张雨琪真的是热度不断 她与李炳熙这对姐弟恋一直是颇受争议 此前因为参加女儿们的恋爱大秀恩爱 让不少人都羡慕不已 尤其是给张雨琪喂饭 动不动就来个甜蜜亲吻 随着节目的播出 小男友李炳熙也备受关注 而近期的节目中 因为一段对话 张雨琪的男友背致目的不纯 而张雨琪也与近日发文 宣布与男友退出女儿们的恋爱节目的录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来看看张雨琪到底说了啥 首先张雨琪的男友李炳熙 谈到自己想演戏 张雨琪便说 不是所有人都能干演员的 她也没有能力 最近确实是想拍戏 不是所有人都能干演员 我没有一手之间的能力 我根本就帮不了你任何事情 独立行走特别重要 从对话中不能看出 李炳熙还是有点小失落的 而这段对话 却被大家质疑李炳熙目的不纯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 张雨琪发文宣布退出女儿们的恋爱 节目录制 首先她先回应了风波 她只是给李炳熙一些客观的建议 却变成了她身手 我亲信 然后张雨琪感谢了芒果TV 表示之前合作愉快 甚至当成了娘家人 但她也表示 没想到有一天 她也会成为制造话题 恶意剪辑的工具 这句话 张雨琪也是在告诉大众 对话是被剪辑的 而且意图也不纯 她还直言 后悔带李炳熙来参加节目 最后称 采她的方式来夸我的剪辑并不合适 并宣布 她与男友一同退出节目录制 张雨琪这段话 网友们拍手叫好 直呼真爱 张雨琪护着男友说话 真的是直言直语 霸气侧漏 恐怕娱乐圈没几个能像她这样 站出来为男友表立场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 张雨琪与李炳熙退出节目呢 欢迎留言进行互动 我们评论区见